2020年买到最满意的十支大牌口红 我昨天真的整整在我口红架前面 占了一个小时才选出来的这十支 真的是经过层层山选才出来的 精英驻精英 不说配话直接开始咯 纪凡希的红丝绒唇膏 三十几号色 这个颜色真的就是 哇哦 这是我这一两年说到 觉得纪凡希出的最好看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丝绒酒红色 这个质感真的是绝了 如果你们薄薄涂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点偏眉红色的 我是觉得后涂会更好看 非常非常嫌弃 你们看一涂上口红 这个气质是不是就文文全全不一样了 但是你们其实看得出来 它是有一点点偏眉调的 所以黄皮的妹妹一定要戴妆涂才会比较合适 特别是去一些活动啊聚会啊 party什么的 涂上这一支简直就是乍场 第二个呢是香奈儿的唇釉75号 其实香奈儿这次出的这款唇釉的几个颜色 都非常非常好看 除了75号之外呢 这个74号也很美 是一个这样的酒红色 75号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奶茶棕色 很显气质 很秋冬的一个颜色 刚涂上去是水状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 它就会穿骨膜 这款唇釉我觉得是不怎么黏头发 也不怎么红嘴的 它上嘴之后的整个质感是很舒服的 这支我觉得你们素颜的时候用来薄涂也非常非常合适 就是那种健康又自然的唇色 这样呢就是它薄涂的效果 你们看我嘴唇这里有一点点破了 其实它遮盖能力不是特别强 主要就是盛在很自然 Lubbery的七光唇釉 45号冬天配大衣 这支颜色你们绝了巨好看 后涂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有气场的红棕调 偏红色调的对黄皮都很友好的 你们看我只是要把它涂在唇中这个位置 然后用指腹去点开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红茶色 我刚刚涂的这个量呢是一个适中的范围 如果你们再涂重一点 它其实会更偏巧克力色一点 真的好好看 特别是你冬天配那种风衣啊 大衣啊 长外套 全黑的外套的时候就很美了 我现在再给它叠加一层 你们看在后涂一层之后 它整个棕色调就更明显 更偏巧克力的颜色 有一种暗黑风的感觉 其实有活动的话 下面配一个连体的黑色小吊带 搭这个颜色口红就很有气场了 阿玛尼小胖丁200号 在偏橘色调的口红中 我觉得今年这支表现的是非常优秀的 它呢是比阿玛尼的405更偏橘色调一点 但是完全不荧光 所以上嘴还是很显白的 它呢是一个非常元气的橘色调 其实我觉得是更适合夏天的 配那种小吊带啊小裙子啊 在阳光底下就特别特别适合涂这个颜色 而且阿玛尼小胖丁这个系列的质感 我是特别喜欢的 非常非常轻薄 就你上嘴完全没有负担 像我现在上嘴其实是涂了两遍的效果 如果你想要更轻薄更自然一点的话 涂一遍就已经足够了 大排口红呢那就不得的提一下CL 如果你要买一支CL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买这个颜色 001M 我觉得这支是CL里面的王炸颜色 其实它跟第一支既然是在37号有一点点像 丝绒质地 这支的眉调呢会比基凡线的37号稍微少 那么一点点都是四种质地 所以涂上去都有一种想要出来炸场的气势 不仅是颜色很有气势 就像你补妆的时候 把这支高跟鞋拿出来 这样也是很有排面的 相当于COCO70号 这支我觉得有点偏紫调 它就很像你吃完车里子之后 嘴唇上留下来的颜色 关键它整个口红的质地 也是像这样爆浆的水状 湿漉漉的感觉 你们还带有点像这样 blingbling的小细闪 浆薄的颜色 包括它整个涂上去的质感也是像那样暴雪猪的果酱的感觉 再一个呢是ysl的金光唇釉617号色 这支是纪416之后又燃燃升起的一颗星星 非常非常显气质的豆沙红 这个颜色素颜涂真的绝好看 这支同样也是很像你自己自然的健康的唇色 可以蒙骗过直男的尾素颜可红 我最近刷到说好像这个系列快停产了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趁现在赶紧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多余的 就是那种又气质又好看又温柔又芝心的感觉 真漂亮 接下来这支呢是Bubbery的气垫唇又25号 这支我真的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说 它的颜色真的很美 我买了它之后真的一整周就只涂这一只口红 但是呢它这个海绵头设计真的是稍微有那么一点鸡肋 因为用久了它这个海绵头的味道就不是很好闻 所以如果你们买这支的话一定要记得直接用手去涂它就OK了 这支我看别人使用它叫板栗奶茶色 我真的觉得很贴切偏棕掉 但它质地又是这样的水光感 它刚涂上去的时候是水状的 然后再过一会儿呢就会变成这样干熟的雾面质地 你们涂这支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不要涂太多 只要点一点点在中间然后把它晕开就OK了 会出现那种自然的咬唇风唇的效果 它整支口红的棕色调我觉得是强过红色调的 娇兰的一位上榜选手就是娇兰的214这个色号 214呢就是一个很正的橘红色调 你看这样偏橘红色会显得黄皮的整个皮肤更透更亮一点 如果不想要涂得这么满嫌太贵荣重的话呢 只要拿一个纸巾稍微给它拧一下 就会变成这样比较日常比较元气的橘红色调 最后一支我想了一想还是要颁给NARS大拉购 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太美太美了 就是那种很日杂风的红茶色 它上唇也是这样一个玻璃唇的质感 完全就是日杂风面的那种口供颜色 而且这种红茶色真的又显白又显气质 颜色真的没得调 但是就是它的质地 它真的很黏头发又很粘杯 颜色真的太美了完全割舍不掉 所以如果NARS可以出一个阿拉购姆的轻盈版 我一定会买第一个买 那好啦以上就是我2020年最爱的十支大牌口红 还想看什么内容的话呢 你也在我可能去底下留言哦 明天再给你们出2025年十支